前学手明星二雷首布恩近日缠上诗言风波资料照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前学手明星二雷首布恩Breadhune在退役多年后近期又上新闻版面却不是风光的事迹 他因为私讯给记者背信骚扰文字还被贴上网公审 今天他对自己的诗言公开道歉 布恩资讯给西雅图邮讯报记者扣恩 我今天被性骚扰了两次 星巴克女孩对我微笑 要装便女生还对我调情 我要雇佣律师 我不能接受 哈哈这段看似玩笑话的文字却不被领形 扣恩冷淡回应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觉得主动向记者提供关于性骚扰的未经证实的内容是个好主意 布恩与记者对话被截图公开 取之推特 没想到私讯踢到铁板 布恩起初回应 这不过是个玩笑话 我不知道也不在乎你是谁 只是对媒体偏见感到累了 怎么突然间就冒犯了谁 很抱歉打扰你 回去你的电脑世界做你做的吧 如果你被冒犯 我再和你道歉一次 也许是不堪其 扰扣恩将他和布恩的对话截图放上网 不久后布恩在自己的推特上公开道歉 总之我对我先前说的话没有任何借口 我100%错了 这是很冒犯 很不妥当的发言 这些关于骚扰的谈话没有意义 我道歉 以后不会再犯 布恩三度入选明星赛 生涯得过四座金手套 二座银棒奖 是随手指标性的二类明星球员 但他被爆料天王 Jostensko点名使用禁销 2011年失去名人扛票选资格 M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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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P